音乐 交通新制去年上路 临庭空间不足 严重影响到职业驾驶人的生计 因此台北市交通局首创设置 共用临庭区 把具有公共服务 和不可替代性的富康巴士 长照车辆、计程车 还有货车纳入 目前已经有18处 并且开放各里办公处来申请 目标年底要设置100处 去年6月交通违规计点新制上路 一年内被计12点将调扣驾照 严重影响职业驾驶人生计 因此台北市交通局首创全台 规划共用临庭区 包括计程车、货车、富康巴士 长照车辆等四种具公共服务性车种 可以临庭使用 在这边服务10年以上了 之前在停车的时候是真的很难找 因为都要停在红线区或者是并排 然后都会很怕后面会追撞什么的 那现在有这个车位的话 就比较我们专用的 就可以比较安心 台北市道路空间有限 很难让每个车种都有专用停车位 因此针对这四种具有公共性 和不可替代性的车种 设置共用临庭区 让临庭空间效益最大化 截至三月底已经划设18处 另外交通局也配合把236处 静停红线改为黄线 希望能增加更多临庭空间 主要是这个针对公共服务的车辆 也就是说计程车 然后货车 然后这个长照车辆 富康巴士的部分 它可以在24小时 在这个安全的空间里面 来做这个临庭上下客户的这个动作 让这些公共服务的车辆 带有一个合法的 这个临庭的空间 未来新设或改化卸货格位时 将优先设置共用临庭区 交通局也希望 礼办公室针对各自需求提案 今年目标设置100处共用临庭区 期待能让驾驶安心等待乘客 身心障碍者或长者上下车也更安全 降低事故风险 记者邮湘亭台北采访到 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台北市政府推出U-SportAPP 只要每次运动完 就能够获得U-B 换购等值商品 同时还有运动抵用金 以及电动机车抽奖的机会 另外今年也和上百家的 连锁健身场馆合作 让民众就近运动放松身心 啦啦队展现团队默契 带动现场气氛 同时也要号召大家一起加入运动行列 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台北市去年9月推出U-Sport台北乐运动 邀请23到64岁的民众 到各区运动中心放松身心 今年还和超过百家 连锁健身业者合作 让大家能就近运动 可以免费进场然后去使用各项的课程 没错 不管是想要三点的训练去健身房 使用游泳池 一 外出运动不只身体健康 还能下载U-SportAPP集点 每次运动完可以累积5UB 兼满12次再加振60UB 可以用来换购等值商品 另外还有运动抵用金 以及电动机车抽奖机会 等同于动越多赚越多 台北市有近四成的规律运动人口比例 市府希望主力市民养成运动习惯 推出好康优惠 还喊民营业者合作 持续打造运动之都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4月3号大地震 台北市有许多国小 使用自费的防灾头套 让小朋友进行安全防护 不过相关的费用 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变到预算里头 在市议员汪志斌的不断要求下 市长蒋安承诺 一个月内会提出具体的做法 会把台北市12万名国小学童 定制防震头套 一旦地震发生 就能够发挥保护作用 0403大地震台北市 剧烈摇晃一分多钟 不少小朋友在市长的指挥下 带着防灾头套进行掩护 然而一个要价200元的地震头套 台北市只有在2018年 进行试办后就无下文 多次建议把头套纳入 小学生基本配备的议员 王志斌指出 2022年也曾向柯市长建议 却遭拒绝 我在2022年9月的时候 我就曾经第一次就提过 当时柯P他怎么讲 他说不如带钢盔啦 没有效啦 还有就是他不想做什么 这么虚滑的这样子的展演 他是用这么轻蔑的态度 来看待这件事情 王志斌指出 放眼新北市还有其他县市 每年都编列预算进行发放 唯独台北市的小朋友 遇到地震 折拿书包来户投 如今在地震频传的环境下 议员再度为防灾头套 向蒋万安市长请命 则获得认可与同意 我要请问市长 就是说您基本上是同意嘛 对不对 同意 我这边会主教育局 一个月内邀请专家选择 我们朝这个方向来研议 同时也看有没有更新的 一些防灾思维的做法 我想我们在这一次的专家学者 检讨会里面都会纳入讨论 被前任市长柯文哲 誉为豪华展示的地震头套 汪志斌以目前台北市 国小12万人的数量估算 将花费240万元的预算 蒋市长则允诺 将在一个月后提出具体做法 让学童的地震头套 不只可以用来保护 同时也能提高孩子们的防震意识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道 台北市南港区公所 为新住民朋友举办首座布置 往美阳台课程 课程一开放报名随即秒杀 相当受到新住民朋友的欢迎 南港区公所希望这些新住民朋友 能够学到许多新知 让自己在台湾的生活更丰富多元 老师站在台前 一边整理小小装饰物件 一边拿起园艺剪刀 把绿色的叶片一片片的剪好 准备分给学员们 这些新住民朋友来上的课程 是首座布置往美阳台 几堂课下来 学员们都感到相当的有趣 因为我很喜欢拍照 会放在脸书或者是IG上面 所以很多朋友赞我 我就更开心了 因为老师很有经验 我们遇到什么问题 老师都会很简单 就这样子这样子就好了 就是他很淡定 然后还很惊艳 然后很幽默 又好玩 收获又很多 对 超级喜欢 对 然后每次现在看到 我的阳台就是 都是绿绿的 就是很疗愈 南港区公所每年都会针对 新住民朋友举办各式各样的课程 今年特别邀请园艺首座老师前来 设计包括一枚材水泥墙制作 酒瓶香肉 蕨类上板炭烧 手绑花圈等等 学员们学习的不亦乐乎 我们其实还会搭配一些当下正流行或正夯的一些手作课程 像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网美阳台布置 新住民能够利用一些瓶子啊 一些保利笼 然后搭配多肉植物跟小植物来做成一些盆栽 又疗愈啊 又可以做一些家庭的布置 南港区公所人文科表示 希望新住民朋友能够更贴近台北 也更贴近南港 所以每年都会举办适合他们学习就业的课程 希望让他们能够生活的更丰富 也能够挥洒出属于自己的色彩 九条华团报道 台北市文山区有一位民众利用ATM转账三万元 因为操作错误 以为是机器故障而换另外一台操作 不过事实上是原本的机台已经吐槽 被下一位提款者发现后站为己有 发现余儿短扫的民众报警处理 文山第二分局经美派出所的远警 调阅监视器 通知涉嫌侵占的嫌疑人到场 把三万元现金全数追回 身穿蓝衣的王先生 来到罗斯福路六段的银行操作ATM 先存入四万块钱 再转账三万元给朋友 但由于不小心点选了提款件 导致机台没有出现转账行库跟账号画面 以为机台故障的王先生 只好换一台提款机重新操作 但其实原本的提款机已经吐槽 被下一位提款者拿走 王先生看到明细表显示余额不足 吓得赶紧通报行员查询 更换机台操作之际 提款式三万元击召后方排队的民众 顺手牵羊据为己有 金文山第二分局 金美派出所远警调阅监视器 将嫌疑人通知盗案 金美派出所远警仔细调阅监视器 判断拿走三万元的民众移动路线 以车追人查到身份 并通知当事人盗案说明 除了追回三万块钱的现金 也依侵占罪嫌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警方事后将款项完毕归照 让失而复得的王先生与家属 由衷感谢 记者谷彩勇 台北采访报导 新闻最后一起来看 近期有哪些精彩活动 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